來這裡我們繼續看一下一樣這個102年的這個雙星拱月的部分 然後看到第八題 那第八題的話我去剛才的畫面我把它可以放大來看囉 來第八題他說如果呢這裡呢 雙星還有太陽也不好月亮的陽角不一樣 那如果就當天現在月亮叫陽角17、金星19、木星20、一四差不多 只是呢這個叫做照片照片我們要拍到我們總要放大再放大吧 所以呢才會呢感覺真的有差到一度兩度嗎 你可能覺得不是有差到一度兩度嗎 你可能覺得好像更大的角度但是有放大的效果 所以呢事實上你就會覺得好像這個文字講的度數給你看起來好像不太一樣 那那個我們不理他那個都只是視覺上的一個差異 來那接下來要看的是他說那隔天呢 所以想一天後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進行觀察那可能會怎麼樣 那提醒你一件事情 越遠的越遠的變化量會很大嗎 不會反而在我們的前面的變化量才大 你去想一想呢如果呢如果什麼呢如果說最後面你看頭趴下了如果他的頭抬起來去看到前面的頭放來放去他一定很感覺前面的頭一直在動但是我動他會有Fu嗎不太會有Fu 視覺上的感覺你看他頭終於抬起來他等一下要繼續點頭了 所以呢我這裡只是先告訴你一件事情叫做月亮也8 金星也8金星也8 我們呢越遙遠的我們看起來會覺得他看起來的視角度會變化大嗎 不會近的才會看起來覺得角度變化大吧 所以你要先有這個概念喔就好像你看到教室有人在動然後呢如果你看到外面很遠很遠的地方 小鳥在飛你會覺得他動很大嗎 應該還好所以那隻小鳥正在比賽 格子 來不管怎麼樣所以來這裡來看喔 A選項 A選項他說 月亮呢還有金星之間的夾角變大 那月亮呢落於地平面下會比前一天呢來得早 那第二個 哇現在都在比什麼 三者之間的相對位置如何了 然後月亮到底會是呢 落下的時間比前一天來得早後來得晚 等等的 好吧那我們可以先處理月亮了 可以接受吧 來處理月亮的話呢 我旁邊畫了好多好多 那你有沒有看有沒有看得懂呢 所以我要先講哪一段呢 先講下面這一段 因為我這裡有標件好 所以我先來看下面這一張的我普通話的大大的圖 來這張大大的圖呢事實上是在講一件事情50分鐘這件事 或者你說呢這個叫做12度這件事 什麼意思呢 來這張圖呢 延續剛才上面的很像右手邊太陽公公 所以這是說 這是上旋 這是旺 這是下旋 那麼呢 現階段的話呢 去看一件事情 我現在用藍色的 對到這個點 12點的時候 12點的時候 我們那天說 我們的太陽公公 月亮呢在頭頂附近 但你要知道現在12點 真的可以看到月亮嗎 看不到 接下來叫做 如果呢 是18點的時候 就是這裡 如果是18點的時候呢 我們的人在這裡 那如果要真的在頭頂可以看到某一個月亮 那那個月亮呢 應該是剛好是上旋月 我這裡不要 好吧 要做一個區別 再故意不要兩個點 那你才不會對錯 懂我意思吧 多一個點 所以呢 18點的時候對應到橘色 就是呢 我們黃昏的時候 如果真的要看到某一個月亮在頭頂附近 這個月亮呢 賭定是上旋月 之後呢 之後的話呢 藍色的這個位置 所以呢 幫你標三個點 幫你標三個點 你才不會對錯 因為我如果畫下去 然後整個更恐怖 來所以呢 24點的時候晚上12點 所以望月 在該位置 然後呢 一樣 如果我們晚上12點要看到有一個月亮呢 在通天附近 這個時候的月亮主定會叫做望月 那在第四個 六點的時候呢下旋月 一樣 中天 在頭頂附近對應下來的是他下旋月 這個應該都有感覺 那現在的問題叫做 相同位置 我用他只為了告訴你 相同位置 為什麼我這樣畫呢 我們再看一下題目 他現在呢有一個選項叫做 V選項 不 我們的這裡 C選項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地點 去做觀察 那我們要看的話呢 我們要看的話呢 我剛剛講 我們先處理我們的這一個月亮 但是有一個選項說 他的位置可能 不會變 或者相對位置 不會變 如果遠的金星 或者木星 變的量很小 但是比較靠近的月亮 變的變化 比較大 所以我才去 畫了我們的 月亮 意思 我們再來看一下 隔天真的沒有變嗎 你看清楚 這個數字的變化 一樣都叫做中篇 都叫中篇 但是你可以發現 都叫相同位置 可是你看到時間點 都一樣 不一樣 所以有可能隔天他在相同位置嗎 不可能 不可能隔天在相同位置 每天大概呢 都會delay 都會動一點點 動一點點 所以呢 如果呢 我們去固定看一顆好了 固定呢 你說看這個叫做上全月 固定看上全月的話呢 因為每月在這附近 看上全月也一樣 固定看上全月 你說18點的時候在中天附近 18點的時候在中天附近 慢慢的他會激落 意思 24點的時候呢 落到西方地平線附近了 他會慢慢落 一樣就跟地球自轉有關係 大概一個鐘頭是5度 會慢慢落下 那你說 那如果相同的看這個上全月 那我隔天一樣能夠18點看到在頭頂附近嗎 沒有 隔天呢這個月亮跑來這附近了 而且也不是要上全月 上圓月再過來一點點叫做迎戶月了 所以真的能夠18點看到他在頭頂嗎 沒有 會動囉 在隔天的月亮跑來這裡的越來越 遠的 接近 滿月的畫面了 意思 你等於呢隔天隔天你要看到他在相同的位置 不要想太多 我剛剛也就是 如果上全月是這個時間點看到他在頭頂 如果中間這裡我可能21點看到他在頭頂 如果呢 再過 幾天 這個時間點看到他在頭頂 意思他們在頭頂的時間點都不一樣 所以這裡畫了老半天也只在告訴你一件事 一天裡面他會動 是因為地球自轉在動 隔天你要看到他 他會動 是因為呢他還在攻轉真的 所以呢我剛剛從上全月這樣畫下來你有感覺就叫做他的攻轉吧 意思他的位置一直都在到 可是現在在問隔天delay怎麼的所以我還是在拉到右邊 來拉到右邊 縮小 拉到右邊 拉到右邊的話勒 這裡告訴了你了 月亮呢如果他在中天的直線你應該有感覺呢有延後吧 就是剛才這一說的 12點18點24點 都在中天的位置確實呢 都差了6個鐘頭 初一 12點 初七初八 18點 15 24點 大概平均怎麼了 Delay了50分鐘 這50分鐘就我右邊這裡所寫的 差了6個鐘頭去處理6天或7天 所以大概50分鐘 那如果這50分鐘你有感覺的話叫做 滿潮 第一天的滿潮跟第二天的滿潮那個 就是隔天的第一次之滿潮 懂我意思嗎 一天大概有兩次滿潮我講大概喔 然後呢那個我們都看第一次的滿潮 大概都會說delay多久 50分鐘就這個50分鐘 所以我剛剛故意舉中天 故意舉他在頭頂正上方 因為那個時候隱藏率最大 所以說這個五行的數字 你會比較有影響 來不管怎麼樣 那我出現在中天的時間 每天都有delay了 那你說他東升的時間代表沒有delay 有啊 在頭頂的時間有delay 代表他出來的 日出 不月初的時間也delay了 所以我下面才這一句話意思也就是說 每天月亮姑娘在東升的時間有沒有變完 有 哇不是太陽光光月亮講姑娘嗎 沒錯吧 好吧那看你怎麼覺得 來我們再看一下 所以呢這裡呢只是在提醒你的詩 喔他每天東升的時間會delay喔 來再看第二點 第二點呢我這裡記憶寫的是什麼呢 朔月 朔月 到上旋月 也就初一一直到初七朱八左右 所以我這裡的天數才這樣解 在寫什麼 他公轉 月球讓我們會公轉吧 會公轉所以呢剛才的朔月 你可以看到呢朔月的話 我寫好了 來朔月的話呢我們的月球在這裡 然後呢上旋月月球在這裡這個叫做九十度 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這裡的分 只才寫九十度 意思我來看一件事情叫做 我們的月亮繞著我們轉一圈 一圈三百六十度 花了大概農曆一個月 說望月二九點多天 二九點五天 五三天 如果你沒有進那個住字就用這裡我寫的 初七初八上旋月 我們的天空上 會動嘛 一天到底動幾度 十二度 可以接受嗎 所以為了這十二度呢 講得熱熱等 因為呢他題目他問隔天 所以都在為了 告訴你一件事 是動十二度 啊所以如果你記得剛那一段都可以當作沒聽到 OK 可是還沒有解決掉喔 先記十二度這件事 來我這裡的箭頭繼續往上 所以我繼續往上了 所以這題呢 通常上面也掛下面也掛 那你了解我所謂的 我挑比較記者的題目這句話了吧 來 這裡來看看 這裡來 我們先看我畫的這張小圖好嗎 小圖看完了我們再看我下面的文字 嗯 再拉過一點 因為這剛好我寫的解析寫在邊邊 來這裡的話這個人 然後呢我這裡標一標二 一呢代表day one day one呢我這裡寫十七度是為了什麼事 題目的第一句話月亮仰角十七度 另外兩顆呢金星跟木星呢因為更遙遠 所以呢那個角度呢一定沒有十二度的變化量那麼大 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先把它忽略了喔 我現在先處理我們的月亮姑娘 來月亮的話呢 這裡 十七度指的就是呢跟 這是人喔 所以這是地平線喔 我現在懶得 或者我做我滑鼠的話是地平線喔 結果呢 現在的月亮是這個一的位置 十七度 那我觀察者面對的起發 第二天呢 第二天有個問題 位置 同樣的 他在該位置 到底怎麼了 是往上還是往下十二度 因為一天就差十二度嘛 到底要上面 還是下面 那你去想一件事就是我下面的文字 我下面的文字 每天月亮如何了 他 升起的時間 他在中天的時間 不一樣 剛才有說 出現在中天的時間 你累了 出現在中天的時間 延後了 所以也就是說 每天月亮出現在東邊 出現在中天的時間都延後 延後了五十分鐘 可以接受吧 那延後的五十分鐘如何了 遇行 那每天 他在中天的時間 也就是會比較晚喔 比較晚 那比較晚 請大家想清楚 這裡呢 一樣 每天呢 他延後五十分鐘 出現 每天在中天的時間 也延後比較晚了 那代表同一天如何了 我這裡為什麼寫偏東方 因為他有那麼早落下嗎 沒有 出現在中天的時間 晚代表日出的時間 也晚 那你說他落下的時間 會變早還變晚 也通通都變晚了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剛才說好 我們看完圖 那變晚之後呢 剛才的十二度 對不對 我們到底要上面一點點 還是下面一點點 來 待會做頭 日落時間 不是 月落時間變晚 時間變晚 來 所以呢 變晚應該這裡 叫做面對哪一邊 題目說 方晚 西邊 方 星 拱月 所以是面對西邊 所以我要看的是 他落下時間變晚 所以 我要把我的這個 這個叫桃紅色吧 桃紅色的顏色是往上 12度 而不是往下12度 往上12度 代表他落 下 到地平面下的時間變晚 OK 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吧 對 很複雜 所以這一個 題 每年都要來問我 然後解析 參考書也寫了老半天 結果 還是要做 就看 沒有 因為他不會花那麼多張圖給你 來 來我們要看他的選項囉 來選項 所以勒 我的選項怎麼辦 剩三分鐘 糟糕了 不知道講不講得完 來 A選項 月亮金星木星 甲角變大 月亮 落到地平面下的時間 比前一天來得早 是早嗎 完了所以這都可以拿掉了對不對 啊這個香桶可以拿掉了 那你說啊甲角到變大變小變大因為他往上啊往上啊往上又多了幾度多了12度啊 啊起 喔